她也爱花 最喜欢白胡花 每次都说 只要买到一朵漂亮的白胡花 就感觉到幸福 因为又香又漂亮 这就是我妈妈的看法 我也有一个喜欢花的故事 这就要从我小的时候说起了 有一天 妈妈带我去买东西 顺便买花 我们总是去同一家花店 那家不大不小 但我还记得那里的设计很可爱 不管什么时候都有 各种各样的花 五颜六色的 有一次 妈妈正在选花的时候 我看到一种花 哇 好可爱 就是白白小小的花 但我不知道那种花的名字 这时候 妈妈告诉我 那就是满天心 从此 我就忘不了去的名字 在脑海里不停想起 满天心 满天心 长大以后 为家人 亲朋好友 买花送花的机会增加了 让我跟满天心 变成好朋友 因为制作花束的时候 有没有满天心 看起来差很多 所以我一定会在 花束里看到它 没有满天心 没有满天心的 漂亮是漂亮 可是总觉得美中不足 而有满天心 看起来满天心的 看起来满天心的 跟极大的花 搭配的时候 非常完美 这就是满天心的特色 本来是小小的力量 本来是小小的力量 合起来就变成更大的力量 让我非常感动 我妈妈喜欢白的花 我喜欢满天心 我喜欢满天心 我们喜欢的花不同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 即使这人也是这样 但以前的我不太了解这些 还有很傲慢不谦虚 因此母亲跟我超过最严重的价 大概两年左右 我们都没有说话 而且在台湾也超过一次价 我们在公车上大声吵闹 虽然实在有很多的原因 可是现在我觉得对它真不好意思 不过现在我们的关系 慢慢的变化 一天比一天更好了 有什么事情 就会跟对方说 现在我想要对它说 真感谢你 因为是它让我得到这样的教训 日语中有一句美丽的话 所以我对您万分感谢 是表达谦虚的心情 所以让我想到妈妈 她在我的背后支持我 虽然我们的意见有时候不同 她常常受不了我 可是无论何时 她对家人都有满强的亲情 是表达谦虚的心情 所以我万分感谢妈妈 如果将来我也成为母亲的话 会更知道她的心情 我希望满天心一样帮助家人 我希望满天心一样帮助家人 我希望满天心一样帮助家人